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個unboxing的影片 就是最近我買了一個袋子 我在網頁上買的 這個袋子我星期四已經收到了 所以四天的項目也算很快 我這次是第一次在網頁上買的 因為他們的店舖都不開門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買了什麼袋子 這個袋子非常大 它本身是一個箱子 我已經扔掉了 現在這個就是一個箱子裡的盒子 就是這樣 這是Lewy Newton的一個Box 大家應該應該也很熟悉 這個是他們的Logo 箱子裡面 就有 一打開,就有一個圓圓 是Lewy Newton的圓圓圓 我相信是一個訊息 那我就看看是甚麼來 這個就是帳戶 帳戶沒有寫我的價錢 只寫著名單 就是我買了甚麼袋 然後就寫著日期 我甚麼時候買 甚麼時候訂購 甚麼點 但沒有寫價錢 這個是寫價錢的寫價錢 然後呢 這是一個 回應交易法 會教你怎樣做 如果我要回應這個袋 這樣一般 如果我想回應交易 就去店裡 或者是把這個袋 寫回他們的家庭 這個紙就是教你怎樣做 這個呢 就是一個 這個應該是會有的 即是如果我要回應這個袋 的時候 我就要放回所有的東西 進去Original Box 然後就貼這個貼紙 進去那個 因為這個是會有地址 還有它是有個 scan的barcode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只不過是一個 Thank you card Thank you for Thank you for Shopping with Nubi Bitton 這個圈圈裡面就是有這些東西的 我先放進去 先放進去 裡面就是 塵袋 塵袋 塵袋是寫著 Dubi Bitton 是Dubi Bitton的塵袋 這樣呢 就 這麼大 開了去看是什麼 來看看 這個就是我新買的一個 Nubi Bitton Wasteful PM 這個圈圈是 Demier Azure Pink 這個袋呢 就是一個PM size 那我就已經考慮了很久 是一個PM size 還是一個MM size 因為呢 我就 不喜歡太小 也都不喜歡太大 那我就 上網 因為我是 真實的袋 我是沒見過 我也是上網搜尋 上網看的 而且上網看很多影片 就是那些人 做一些 comparison 這個袋 這個PM size 和一個Leverfull MM size 很多影片 都在到comparison 那些 我覺得這個袋 其實是和那個 Leverfull MM是差不多 只不過是小一點 那我就覺得 就是perfect 因為我覺得 MM size 是大了一點 對於我來說 那這個呢 就是 perfect 就是不是很大 亦都不是小 這個袋 這個是好 都可以載到很多東西 那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PM size 還有這個Print 就是我最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白色 還有 之前我有個Speedy 就是 Demirée Bean 的Print 我就知道我自己一定不會再選擇 那個Print 因為 我也想試其他其他不同的Print 所以我也是會選擇這個Print 還有一個Monogram 但Monogram 我覺得太過... 不知道 我不是太喜歡那麼多 LV 整個袋是LV 這個就比較簡單 還有 低調一點點 還有 它的顏色是超美 好 OK 那說回這個袋先 那這個袋呢 就是 有個Tag 這裡寫著 Louis Vuitton Paris 的 還有它是跟著一個Luggage Tag 這個Luggage Tag 也是寫著Louis Vuitton Paris 那這個呢 就是可以 啊 打掃自己的Initial 下去 那就是說 到時如果我想 打掃自己的Initial 我就要去 店裡 然後是免費 幫你打掃自己的 但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做 不過 這是一個選擇 就是免費的Service 裡面呢 就是 那條袋 那條袋呢 是這麼長 即不是很長 即沒有Louis Vuitton 那麼長 但這個是我覺得完美 因為我不喜歡太長 而且你背上去是很舒服 因為那條袋很闊 那背上去就很舒服 我覺得它的尺寸呢 就是 就是 對於我來說是完美的 那這條袋呢 這條袋呢 這裏呢 也寫著Louis Vuitton Paris 的 裡面的Interior呢 是Rose Pink 是Rose Pink 那我就是選了 因為它有兩種不同的選擇 裡面呢 可以選擇這個Rose Color 還有另外一個呢 就是一個Tan Color 就是好像 好像這種色 那我就選了Rose Color 我覺得它很漂亮 因為是粉紅色 再配襯這個白色的袋呢 我覺得是真的完全配襯的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Print 還有這個裡面的Interior 裡面還有一些紙 這些紙呢 就是 一個卡 寫著 Nouvi Vuitton Cow High Little Chim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 我想相信 是一個 barcode 它有我的袋 那個號碼 還有一些 Scan 那些東西 是一個 Stick的 裡面呢 就是這樣 它這個是 即是 沒有拉鏈的 它是一個 摺石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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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裡面呢 就有一個 Zipper Pocket Zipper Pocket 裡面呢 它是有一個 Date Code 在裡面的 我沒有記錯 就是Zipper Pocket 裡面的 嗯 這裡是叫做 左手邊 OK 我這樣看就是左手邊 它是裡面有一個 Date Code 然後 這裡有 這裡呢 就是 也有一個 是寫著 Made in USA 我這個袋 就是Made in USA 因為 我也看了很多 影片 我搜尋過 Google 現在買這個袋 一般都是Made in USA 不是Made in Fans 就是 它是最早的一批 就是 全部都是Made in Fans 但是這個是後期的 所以 多數來說 都是Made in USA 不過我也不介意 因為我的Speedy 其實都是Made in USA 我相信 是很難 是很難才買到一個袋 是Made in Fans 但是 這個也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 Louis Vuitton 的袋 有很多種不同的地方 做 有 意大利 有France 有Spring 有USA 這個是USA 這個就是這樣的袋 我超喜歡它裡面 哇 它的味道 哇 很棒 好像有皮 那種 味道 人們說 這個袋是很漂亮 但是 會很擔心它會有 Color Transfer 這個東西 因為始終是白色的袋 但是 我覺得 哇 我的腳在這裡玩 但是 都可以的 因為 我看了很多影片 人們就說 就是 拿一些水 拿一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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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擦一擦 就會擦得很乾淨 還有 或者拿一些 Babywives 那些 沒有味的 沒有味 即是很自然的 Babywives 去擦 都會擦得掉 那些 Color Transfer 如果不是太嚴重 如果是太嚴重的話 就 不能避充 但是 如果是小小的 或者又 髒了一點 就可以拿一些 Babywives 買一擦 就沒問題了 OK 那 這個是我最近的購物 其實我都很久 很久沒買過這些 就是 這些 寶貝的袋子 所以 這個是一個 自己的 獎勵 自己也好 什麼都好 那 我超喜歡 或者我過多一段時間 或者過多 就是 用了一段時間 我會跟大家更新一下 這個袋 就會變成怎樣 因為它這些 這些 皮這些 是不同 跟我那個 Speedy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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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皮是 有做過 怎麼說 是 是 滑一點的 它是 好像 蓋了一樣東西 這樣 但這個是 完全是皮 所以它 用得久 這個皮 它的色 會變 很漂亮 用得久 就會變成一種 像是Honey Color的那種 那種色 其實那種色更漂亮 我覺得它 很清潔的那種色 我覺得是 超美 大概是 好像這個 鹹的那樣的色 這條皮 這個帶 這個 這個 皮 這些 全部都會變成Honey 紅色的 我覺得它更漂亮 其實 現在這樣白色 是太白了 就是 一看就知道是新袋 是這樣的 但是 我看一下用一段時間 會有些什麼 Pretina 就是 它的 是Pretina 看看會變成什麼 食 那 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次見 一 感谢观看